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为了维护安全遏止酒驾造势提案修正我们这个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以及军事审判法第103条的相关修法 但是因为我们刑事诉讼法101条在那天修法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委员对于是否要进行所谓的预防性羁押 以及如何用行政的法规来取缔羁押的一个程序 但是达到同样的法律效果 那天很多委员都有给予很多的意见 所以针对于如何来进行预防性羁押的部分倒是没有来定案 但是对于酒车值从0.55降到0.25并且提高酒驾造势后的一个行度 我想各界都非常的赞成 那一天也出审 无意义的一致通过 所以我在这边是不是呼吁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委员 将我们军人酒驾轿车的一个行度以及它的一个标准 最起码要跟社会一般的民众要是一样的或更严格的一个这样子的标准 因为军人这个身份特殊 维护军纪国家安全 当然它也有保障民众安全这样子的义务 所以今天我们特地提出来我们的陆海空军刑法以及军事审判法 供各位委员来审议 也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审理的一个结果 好 感谢大家